我们周一到周五天天有晨岛 礼拜一到礼拜五早晨的七点半到八点二十 我们有敬拜的时间 我们有读经的时间 我们有分享的时间 我们有一期祷告的时间 那昨天呢是我们在上海的名誉姐妹 带着我们看了真言二十三章一到三 那今天我们来看真言二十三章第四节 真言二十三章第四节 真言二十三章第四节说 不要劳碌求富 修障自己的聪明 第五节说 你岂要定精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非常非常感谢主 我们承导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我们也很难把一个大的问题 用短短的报告示讲清楚 但是呢我们还是愿意 尽量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深刻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应景的 非常非常应景的一个经文 我们如果最近关系新闻的话 我们知道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也是个很大的银行 商业银行比较早的 那个天津分行的行长跳楼了 我们更早一点的我们知道恒大集团 许家印已经抓进去了 我们在国外听到小医师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国内还是说他已经被抓起来 但国外已经不在了 而且陆陆续续的你会发现会有很多什么董事长就失踪了 什么这个银行的行长跳楼了 这样的事情我们想大家会 这个隔三差五的就听到 今年的过年肯定对很多来说绝对不好过 又到年关了 那我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人说到底都比我们聪明 也比我们能干 也把各种机会都抓到了 我们这辈子未必能爬得上去的位置 人家已经在那个位置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今天你们看 人生还没有结束 正常来讲 人生还没有结束 这些人的命运就 嘎然而至 我这个中文不太好 但是有几个成语对我一样特别深 嘎然而至 就是正常不应该停的 就突然就停在那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对着现在的社会现象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决定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自己的决定 在这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说 不要劳碌求父 重点不是不要劳碌 你从旧约到新约 你会看到神非常鼓励我们 要勤劳要勤奋 要积极要认真 所以我们劳碌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劳碌 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的目的 就是想发财 这个就麻烦了 不要劳碌求父 也不要倚账自己的聪明 倚账自己赚了钱 发了财 来做一点不公不义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非常非常清楚 劳碌本身没有问题 我们都在劳碌 你说今天孙良辛苦过 那孙良老辛苦了 经常很晚了 还没睡觉呢 这个我问他 我说能不能 这个打电话说点事啊 他说能 我还在开会呢 那么再晚点 所以今天 我们教会随便提了一个人出来 你看看他忙还是不忙 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忙 所以我们都是很劳碌的人 那最近有些地方就没关心我 你又发现了 这个牧师好像没有十二点之前睡觉的 对呀 因为到年底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 那我也只尽量这个兼顾 那一方面这个把这个中国的弟兄姐妹 我们尽量能照顾到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想就把美国的有些事情也做一个这个安排 毕竟2024年 那我们还有一些弟兄 一些姐妹要来美国 对吧 我们2023年 我们来了一大批 我们来这里庆祝20周年 那2024年 我们还要安排一些弟兄姐妹来 那未来我的计划 就是每年安排这个两批或者三批 中国的弟兄姐妹到美国来做一个短期的交流 一方面让自己这个放松一下 因为在国内是不是很忙碌啊 知道来这边就有几天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那另外一个呢 也开开眼界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在国内特别是现在 这个舆论的导向啊 基本上都是被人家设定的 你只能看到人家想让你看的 我再说一遍 你只能看到人家想让你看的 但是我们我们出了国 我们会多一个信息渠道 我们会多一个角度 重新看我们的生活 看我们的时代 看这个时代的趋势 那第三个呢 也跟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交流 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在交流 在碰撞中就会有很多新的东西 那这次我们的孙林姐妹到这里面 就看到一些商机 我觉得这个商机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可做的 那今天如果单凭我在美国 我坐在这把我的所见识文讲一讲 他也能听的觉得金金有味 但是可能就没那么敏锐 没那么直接 当他自己来到美国 听到看到以后 他就这个商业的判断 他就这个合作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想 那利用我现在还在海外的这个 这个这个机会 那我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去创造 在你工作学习之外的第三个机会 让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信息 在你学习的时候 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信息 那在工作学习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机会 那接触到 这个不同的信息渠道 让我们就有一个丰富的全面的认知 其实这个世界 我们很多人输就输在自己的认知 认知不够深入 认知不够有高度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 那为了这样的缘故 我就要努力的把美国的事情也做的好一点 让每一次从中国来的地位姐妹来了以后 就会有更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回过来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经文说 劳碌圣经并不反对 因为单凭这一句话 你看不出来 是反对劳碌呢 还是反对求富呢 那你看不出来 但是你要把真本圣经 从九月到九月串起来 你会发现 圣经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是不要劳碌求富 所以我自己我在这里面 我想鼓励弟兄 鼓励姐妹一件事情 我想鼓励我们弟兄 我们姐妹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 我们所学到的 我们所学到的很多的经验也好 智慧也好 都是放置斯海尔基准的 就是说你不是说 在中国是这样子 你放到巴基斯坦 前两天我在达拉斯 碰到了从巴基斯坦来的牧师 在他那也是这样的 那我还想 这个2024年 我祖祖大家去巴基斯坦 有感动的弟兄 有感动的姐妹 我祖祖大家去巴基斯坦 这个话已经说了好久了 那没办法 前面都疫情 也走不了 但现在国门开了 我们要把之前 这个跟大家讲的一个一个对线 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聊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在巴基斯坦也有这样的事情 在巴基斯坦有这样的事情 那在美国我也不用说了 在美国有这样的事情 那在中国 现在我们刚才我一开题我就讲到了 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国内讲这个996的时候 这个劳碌 但是996背后就是有很多年轻的工程师猝死 我们看到一些新闻 早上班路上就倒下了 或者在加班的办公室就倒下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我们我们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我们讲劳碌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勤奋 所以如果你在中国你感觉不到 你一出国你就感觉到 你去欧洲 那人老懒 你去美国 那人老懒 你去南美中的人更懒 非洲就不用说了 所以今天真的亚洲人是非常非常勤奋的 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 现在你要有机会去到越南 你会发现越南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勤奋 最近我们的这个Vivian姐妹去了这个菲律宾 去了马来西亚 也发出很多的感慨 所以对亚洲来说 我们都是很劳碌的 我们都是很勤奋的 但是今天你劳碌 我们要有一个要有一个这个清晰的目标 我们如果仅仅为发财劳碌 这就不被祝福 不要劳碌求富 也不要仗着自己的聪明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的盼望 我们在马上就要不是仇办了 我们马上就要开办了 我们的1RHP个10周年 我们1RHP个10周年 我自己我在想 我们苏联姐妹也在祷告 其实我也在祷告 我在想 今天周一到周五 我们的职场的小伙伴真的是很辛苦 我们周一到周五 我们要在业务上 我们要精益求精 在这个人际关系上有的时候 还不避免到过心斗角 其实1RHP个10周年真的是面对一群身心俱疲的人 怎么样利用我们服务更难的 更有需要的一群人的时候 让我们自己身心放松下来 所以我再说一遍 今天我们很多职场的小伙伴 我们面对很多压力 我们面对我们的工作压力 我们面对我们的生存压力 我们面对我们人际关系的压力 我们小伙伴是有很多压力的 所以今天那他们有可能陷到一个误区里面 那就想着很多事就是钱能解决 那我就是钱挣的少 我钱挣的多了 就有人爱我了 我钱挣多了 就就可以住大房子 我钱挣多就可以在这个城市买房子 我们不反对这些观点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观点很片面 这些观点会让我们进到一个误区里面 就会劳碌求富 而劳碌求富是圣经里面 特别提醒我们不要的 不要的 不要的 我们不要劳碌求富 所以如果周一到周五他们在一个误区里面 礼拜六的时候 我们把他们聚起来 我们带着他们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家庭 关心那些有需要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在这况当中 如果我们在适当的加一些干预 加一些引导 那我相信那来弯RHVIC职场的这些小伙伴 他们自己的身心会得到一个放松 他们自己的身心会得到一个调整 所以为什么在中国的时候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一定要带我们弟兄到那些为去海外宣教 那我们去海外宣教讲真话 我以前就讲过海外宣教不是为了帮我们目的地的那些教会 海外宣教是帮我们自己 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活得很狭隘 有很多教会 哎呀我们我们没有那么多能力啊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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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做不了什么宣教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不去 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就去了 其实去了以后发现他们是对的 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 但是后来既然都已经知道我们做事 为什么我们还没一年做海外宣教呢 后来发现我们做海外宣教 本身这个事就是帮不到目的地的 因为你又不在那常住 你又不在那常待 你又不在那常干 你轻轻点水 就算你待三天 就算你待三个礼拜 你就能干点什么呢 所以今天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的 我们打字方面打字 今天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的 所以今天除非你是长学 除非你是长学 你待三年 一待待五年 一待待十年 你真的能在当地建一片根据地 你真的为当地做点事情 那个才有效果 你就待个三天 就待一个礼拜 最常待十天 根本做不上 但是每一次我带弟兄姐妹出去以后 我们弟兄姐妹自己的身心得到了调整 我们自己的身心得到了这样的释放 我们自己的身心得到了建立的 所有跟过我在过去这十年 跟过我去海外宣教的 去海外宣教的 我都能体会到刚才牧师在说什么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非常非常清楚 别的教会 他说他做不了什么 他就不去了 所以今天 那他们是不但自死还自害 那我们今天也知道 我们去了也做不了什么 待个三天 待个五天 真的做不上 但是我们这三天五天 会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放松 得到一个调整 这就是 这就好像王明玉去旅游似的 你那地方空气再好 那地方空气再水再好 不会让你长寿的 为啥呀 你天天喝才行 你天天呼吸 那个空气 你天天喝那个水 你才能长寿 除非你住在巴马 那除此你住在荒山脚下 那才好呢 但是你就在那待两天 待三天 不可能的 但是这两天三天会怎么样 会让我这个眼界打开 看见高山了 会让我心情怎么样 愉悦 会让我怎么样 把工作中的压力 烦恼就释放出去了 这个是很神奇的 所以这个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啊 我们有条件的 我们组织我们1r1 是个小伙伴 我们我们我们做一个异地交流 比方说我们大连的小伙伴 我们夸哪一个周末 我们就我们就到北京了 我们去帮北京做玩儿去 或是夸每个每周末 我们就到苏州了 我们去帮苏州做玩儿去 一个 那那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顺道在当地旅游旅游观光一下 那更最重要的是 即便我们不去这种长途跋涉 就算在本地 哎 我们每个礼拜六 我们是接触一些天真无邪的孩子 我们礼拜六接触一些是有需要的人 你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单身的特别容易自杀 单身的特别容易抑郁 单身的特别容易想不开 为啥呢 因为 没人爱他 他也没什么可爱 他不需要别人 别人也不需要他 他跟这个世界就就就就就 就用现在话中美脱钩了 哎 脱钩了 谁不需要谁 自己玩玩谁都不需要 所以今天 当我们在一群人当中 我们被需要的时候 什么就出来了 责任感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经常骂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独生子女家庭出来 还没有责任感 你骂也没有用 他就没有这个环境 他们就没有这个环境 你你比方说像我们家 四个孩子 那你那那那你弟弟作业不会了 那你爸你妈又忙 你弟弟作业不会了 你爸你妈又不懂 那你谁上了 那就得你上 那你帮来帮去 不就把责任帮出来了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传福音呢 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带个消暑啊 你不穿飞 你不带小组讲真话 今天早上你 哎呀 累了 不起来了 你不来 没人说你 特别是在我们教会 我们是从来不会点灭 谁谁你咋没来呢 所以今天 但是如果你带个小组 那你不来 你小组的人就会 就会找你了 你懂吧 就好像礼拜天 这个这个这个 到了这个八点了 该上线了 牧师还没上线 你知道吧 别说牧师没上线了 有几次掉线了 雪莹他们就 就是开着给我打电话了 牧师掉线了 这边看不着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就是 这就是最简单的人生道理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一个女孩子很柔弱 但是今天 当她生了孩子 做了母亲 你欺负的孩子试试 她就敢跟你拼拼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今天我们的弟兄 我们姐妹 我们可能在职场中 没有什么发展 我们可能在职场 还被赢家给POA了 我们可能也遭遇 这个职场的霸凌 然后这个 这周一到周五 很不开心 我记得有一些人 有一段事件 这一上班就头疼 一上班就头疼 一上班就心里面 就很沉闷 这个时候 如果你礼拜六 你到我们 one hour each week 你去做一点事情 然后在这里面 感受被需要 然后这样的话 看起来 我们觉得 哎呀 牧师他们周一到周五 已经很忙了 周六还给人家找事 让人家更忙吗 不是这样的 他们的生活 就开始平好了 所以今天 圣经重点 不是讲不要劳碌 今天讲真话 我们基督徒更忙 我们除了别人干的事 我们也要干 我们还额外要干一些事情 参与教会服事 去做一些 帮助别人的事情 所以今天 就像我们的 空中课堂的 这些家长一样 别的妈妈 需要做的事情 他们要做 除了这些事情 他还要做一些事情 去扎着这些事情 让空中课堂办的 这个有声有色 但是今天 你会发现 我跟外交去见面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 要过圣诞节了嘛 我去给外交 送点礼物 表达一下 我们教会对您的感谢 他就跟我讲说 马进成长的特别多 马进有很多变化 时间 没有忘记任何一个人 我们从第一次 空中课堂到现在 这十个月了 我不记得 外交就记得 还说这个最开始 马进什么样子 后来马进有什么变化 现在马进的状态 说的我心里面 非常非常高兴 说的非常高兴 我们的小伙伴 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可 所以今天他不忙吗 他因为做空中课堂 他的工作不用做了吗 他因为做空中课堂 他自己的孩子不用管了吗 他的工作还要干 他的孩子还要管 然后额外有其他的工作 但是开心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要明白 圣经不是要讲 不要劳碌 圣经讲是不要劳碌 我们生活的目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追求 然后在这个更高的追求的里面 我们应该尽量多的 把更多人 纳金到我们生活里面去 纳金到我们生活里面去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弟兄 希望我们的姐妹 我们 我们 我们如果有机会生孩子 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孩子 那这是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你要承担一些责任 这就意味着你不仅仅是一元的 只有工作 你还二元 有生活 你不单单是二元 我生活 你还有三元 还有孩子 所以今天 我自己想 这个名誉做得很好 对吧 除了这个工作之外 他有旅游 那如果除了工作之外 他有旅游 除了工作旅游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忙碌 但是他的生活变得更 他绝对不会崩的 绝对不会跳楼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我自己在想 2024年 2025年 2022年 我早早的 我在2020年 这都说起来 就是这四五年前 我就已经讲了 会很艰难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 会很艰难 会很艰难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多人会脆弱到 他承受不起 他会崩掉的 但是今天 亲爱的地方 有的人崩掉 不是因为没有钱的 你现在 许家印不是没有钱的 这个瘦子落 比马大 他现在滑了滑了 这个也是 够我们普通人 吃一辈子 吃两辈子 所以今天天津那个行长 他不是没有钱的 所以今天 亲爱的地方 你崩并不是因为 你没有钱 所以今天 我们崩是因为 我们的生活 失去了平衡 因为当我们 劳碌全副的时候 我们不被祝福 所以今天 我们在劳碌的时候 我们 当然 我们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好一点 这个是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在这个功能中 能把别人也放进 我们生活里面 然后也把一些 有意义的心 放到我们生活里面 就是今天 我们除了 我们除了 我们除了上班赚钱 我们有没有点 业余爱好 我们有点业余爱好 最近 邓灵在跟我讲 他要开始创作了 他要开始创作了 我就是很高兴 如果真的 这个我们 我倒不希望他成为作家 如果我们真的 有一个业余作家 没事写点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这个孙女姐妹 这个鸡 他有的时候会拎出来谈一谈 然后每次 我们有重大活动 有些量 跟钱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会让你自己 很健康 这样在达拉斯的时候 有人哭着跟我说 哎呀牧师啊 你管管我们吧 我们不行了 太悲观了 动不动就说 这个没几天了 动不动就没几天了 所以今天 如果你身边 恰恰有这样的人 那你要反思一下 是不是这些人 竟忙着赚钱了 是不是这些人 忙着赚钱了 最后你会发现 你忙着赚钱的人 最后钱也没赚到 为啥 第五节说了 不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 因为钱财会长翅膀 会飞走的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如果你以前赚到钱了 现在又没钱了 我告诉你 好事 第一 上帝祝福你 以前上帝给你钱 以后上帝还会给你钱 第二 那你说上帝都给我钱 钱拿走了 新的钱没来的 没来是因为要让你调整一下 以前你啥都不懂 你只知道赚钱 上帝也祝福你 让你赚到钱了 现在你听王牧师讲到 讲这么久 你应该懂了 除了赚钱还得干点别的 除了赚钱还得干点别的 你现在就整 调整调整一下 整点别的 我讲了不可能不累 反而会更累 但是没关系 咱不会崩 咱不会崩 这是重点 所以今天 圣经说你不要劳碌求富 你不要劳碌求富 你更不要涨得有点钱了 就傲娇了 你知道吧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想 我忍辱负重啊 我真的是忍辱负重啊 以前我接触很多有钱人 包括三教会里面又有钱的 一个一个都很牛啊 都瞧不起牧师啊 都觉得牧师不行啊 但是二十年过去了 牧师还在 这些人有的都不在了 自己都不在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 对于这些姐妹 一定要走正道啊 所以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了 我们教会最年轻 都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们到这个年龄 我们一定要比稳 甚至要比长寿啊 我们能健健康康的 能多活几年 这个是花钱买不到的 这个是花钱买不到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提醒我们的提供 我提供姐妹 啊 我们都来啊 这个 12HP十周年我们都来啊 我自己也在祷告 在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在回顾过去 我们所做的这些啊 一共活动的时候 就是上帝就会把一些好的想法 放在我们心里面啊 不一定我们都像大连一样 我们去搞12HP 或者我们回到自己的城市 根据自己的信息 我们搞一些其他的啊 关怀活动啊 一共活动慈善活动啊 这都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 第一大环境是教会是越来越难搞了 不可能让你搞聚会 但是我们还要聚会 但是你不搞基督教的聚会不就完了吗 你搞那个聚会里面 能能见证主 能传主的福音不就完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搞 我们我们搞聚会 一定要不要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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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宗教的捆绑啊 必须得唱赞美诗啊 必须得祷告 必须得把圣经掏出来 必须得跟牧师来讲讲 你啥都不用 你耶稣在井边跟那个 这个这个父女唠唠嗑 就把父女带信主了 咱以后教会必须有这个水平啊 杀人于无形啊 就像我现在到很多地方 我都不亮 不亮这个身份 我就是来看热闹的 我就是来跟你们一起来来来吃顿饭的 哎 但是一聊天 你觉得因为这人讲的有道理啊 就完了啊 然后我们私下里 我们再做点别的 那是私下里的事了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我们一个城市 如果没有一个公益活动 将来就我们那个城市就就黑了啊 就黑了 就就就就灭火了啊 因为今天大环境 我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做职场宣教啊 所以名誉你除了旅游 不要自己旅游 带俩人去旅游不就完了 但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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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宣教了 上班的时候跟朋友聊聊天 叫职场宣教 出门旅游都是带俩人叫旅游宣教了 所以今天我们我们我们想政策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这个思念也是 思路一改 天地天地无限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我自己在想 今天我们就想赚钱 那不被祝福 如果今天我们就想着把教会扩大 那也不会祝福 你看那些把教会搞大的 在美国把教会搞大了 太有钱了 太狂妄了 出事了 在中国把教会搞大了 然后被政府盯上了 也出事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 你们先生们 你想一想吧 你无论做什么 你的目标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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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单一 不要太单一 上帝给我们天地万物 这个是丰丰富富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培养的爱好也行 搞个插花 搞个绘画 或者跟这个小月那个去做做的面 烘焙都很好 或者跟苏联学学琴 我们有时间放松一下 所以当整个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是多元的 我们必须是多面的 然后我们才有巨大的抗压能力 让这个狂风暴雨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倒下 让狂风暴雨我们就倒下 所以今天我也给弟兄 给姐妹都兜底了 你们不要担心吃不上 吃不上喝不上的问题 未来三年 吃饭的问题我管了 讲真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听 听明媚我讲的 而且能照着去做 你们都会是捐款大户 不存在找我来 再申请个二百三百吃顿饭了 所以今天不要担心钱 不要担心钱 不要担心钱 你做的事情有意义 钱就来找你来了 如果你就为了去抓钱 最后钱还涨了质保 如鹰 向天飞去 来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